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可能现在流到额头过后就到耳朵 再多一阵子就到下巴的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撑住 我相信更好更好的明天是会到来的 而且现在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时刻 所以朋友们我们一起努力把所有的恶势力都全部送走 那么今天还是一样通过空中线上和大家送欢乐 好 那么第一次认识我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 为什么 因为我讲话出名了很快 快之鱼其实也很毛雷头 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急救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我们刚刚一笔都已经说了 今天的课程就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皮肤 不要让它把你的实际年龄放出去给人家知道 一看你的脸就知道你几岁了 今天这个课起真的是我觉得很有趣 也跟很多的美容的师傅上过课做过研究 我也非常感恩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美容老师教过我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要搬门弄斧 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还准备了战袍一件有没有 你看现在做讲师真的好像做厨师这样 好像每天都要准备道具 我准备了我的美容袍 但是我刚才发现这个原来是碎袍 不好意思所以我还是收回去 我的美容袍不懂已经收去哪里了 因为以前确实有一件的 好朋友们今天来学习照顾我们的年龄 讲到护肤 讲到抗老 我们就会讲到保养 保养首先要问大家是不是女人一生的课题 来来来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女人男人难道就没有吗 我都算想到没有 会近期来讲很多的这个男生也开始注重保养 很多人讲女人才讲保养的 男人讲保养保养你懂吗 其实不是 然后他们又说男人只会保养保养他的车而已 各位男人保养他的车子 也是因为要保护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看保养这个课题 我觉得与生俱来都应该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课题 对不对啊 然后再来说的就是可能很早很早很早期 好像我们远古时代 没有远古时代的战国时代 就有一本很出名的医药经典的书籍出来了 就叫做皇帝内经 有听过吗 皇帝内经 就是历代的皇帝跟御医一起研究编写 如何照顾皇帝的健康 如何照顾人的健康 其实可能他以这个 首先你们懂什么叫御医吗 突然间晕倒的时候 旁边肯定有一个人会很紧张 哎呦叫御医 那个御医就是帮医生去看病的 有没有 他们就历代就写了这本书叫做皇帝内经 很多人以为这本皇帝内经好像是帮皇帝写的 对不对 但是我就在网上搜罗一下看有没有一本帮女人写的 我找了很久 找不到确实没有皇后内经 皇后收经 皇后庭经 什么都没有 真的没有可能 很久很久以前女人都没有很注重这一款 所以现在今生今世的女人就拼命的在保养 是吗 不过讲真的 我搜罗资料的时候 虽然没有找到这个皇后庭经 但是我找到一个是皇后街经济米粉 这个是找得到的 所以啊 所以啊 女人才那么喜欢讲保养 不过讲真的 这个年代男女都是喜欢讲保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保养是人一生的课题 好不好 记得保养是我们都要讨论 都一直存在 一直很夯 一直很多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课题 再来我们看看 有没有觉得自己越来越老 朋友们有没有啊 其实每次都会问 有些人就说 哎呀 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 哈 哈喽 我不要岁月的痕迹写在脸上 我宁愿呢 我的钱里面很多啊 我的银行里面有很多这个金钱的累积 我就不要这个岁月的痕迹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图跟下面的图比较 你们希望 you know 你们希望是哪一个老化过程 其实我们呢 可以很健康的老化 就好像下面有没有 即使看我们到了这个60岁70岁 我们都还是非常的这个 你看优雅非常漂亮的 那个肌肤也是还有一点弹性的 有没有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好像上面那个图那么样 老的那么快呢 朋友们 为什么 为什么 可能大家心里有数 就是我们现在呢 活在一个年代 就是太多的毒素累积啦 可能又太多的压力 可能又睡眠不足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来探讨 我们到底要上面那个 好像坐那个子弹火车 这样的老化过程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 做这个好像这个阿里山 登山火车 一步一步健康的老化 而且还可以一边欣赏 一路上的这一些风景 我觉得是人生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有没有啊 好 讲到老化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问一下线上的朋友们 有没有这一些的症状 老化就是专注力 活动力降低了 有没有啊 以前呢 我们还有一个 可能说去做运动 或者去外面吃东西 把车子停在远一点点 一条街远还可以 但是现在不行了 我们的车子一定要停在 那个餐厅的门口 为什么 要一步登天 走一步就好了 哎呀 各位脚没有力了 对不对 记忆力衰退 然后就是记不起 我曾经喜欢吃的东西 可能记不起我们心爱的人 有没有 用一段日子来想 哎呦 刚刚我出街的时候 有没有关煤气炉 有没有带手机 然后那个眼镜放哪里 其实就一直在你的头 对不对啊 在你头上面就一直找没有 再来就是睡眠问题 老化确实 导致我们的睡眠问题呢 每况愈下就是呢 越睡越不好 再来就是视力和听觉啊 这个听力都老化了 就是我们广东人所说的 安咬蒙 以咬龙 有没有 被人家叫你楼爷的时候 你还要在 楼爷 这样子还不够惨 最惨是你看不到那个人在哪里 叫你楼爷 楼爷 是不是很悲哀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温度 的这个感应变迟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握着一个明明很热的东西 但是你会觉得不 热啊 哎呀 这些都反应都变迟钝了 有没有 再来呢 这两个我真的很想特别去分享的 就是身体水分流失 啊 我们真的要照顾我们身体上的水分哦 这个水分一旦流失 哎 就很多问题出现了 第一就是会在你的皮肤 皮肤 皮肤 秀出来 因为你皮肤暗淡无光 干燥 皱纹 松弛 没有弹性 就是没有 这些呢 都跟身体的水分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下 假如我们要健康的来这个抗牢 要坐这个登山火车 一步一步 慢慢牢 啊 我们就来想一下 以下呢 可以通过身体的水分 帮你做一些事情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产生皱纹的三大原因 啊 这个呢 非常感恩 有跟了很多美容的朋友 做美容 从事美容的朋友 一起来讨论 首先第一个就是老化过程 这个呢 朋友们 必无可必 我们呢 确实25岁开始 就进入了这个大关 就是老化了 然后就每五年呢 他就会每况愈下 所以为什么说保养是25岁 就要开始做了 25岁 真的 25岁 有没有啊 现在很多人讲 25岁 嗯 不能够跑了 他就会攻击你的皮包啊 不是皮包 攻击你的细胞 对了 也是攻击我的皮包 对啊 对 因为我老化 我就要花钱去做一点东西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呢 我先讲这个紫外线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毒 特别是这个UV 特别是这个UV A波啦 这个A线 A线会直接到我们的真皮层 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老化的这个严重老化的问题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觉得还好啦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这个行动管制令 MCO的期间 大家说我可以 哎呀 还可以再加一下 但是我 呃 就是当我们解禁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出去接受这个阳光 刚好我们出去的时候 就是夏天 就是夏天了 对不对 正直夏天 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一下 就不要 呃 要做足这个防晒的措施 真的阳光是非常非常的毒 再来不要顾虑的就是 我们身体每天接触到的这个毒素 毒素 各位朋友们 毒素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吃的 喝的 涂的 穿的 都可能是对皮肤造成威胁的毒素 好 说了这两个 哎 老化过程有 外在因素有 那么 产生皱纹 我不要皱纹的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哎呀 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学习 原来 这一个小动作 这一个动作 会造成皱纹出现 而且这个动作呢 我们还每一次都鼓励大家要做的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脸部表情了 哎呀 我们要多练习脸部表情 要多笑 有没有 不要多愁善感的 要多笑 你看其实呢 它就会产生了 皱纹也比较多 人我们当然要活得乐观 其实 何必那么紧张呢 其实这个绳子 其实就已经显现在你的脸上面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要教育的呢 也是我的这个美容朋友教育的 其实我们的脸呢 每天都会出真字给你的 就是我今天所说的脸部表情 会带给大家这个绳子 3888 都已经写在你的脸上了 朋友们 何必呢 去找绳子呢 给你的孩子正常的学习 让那些交通部呢 赶快把交通意外的车子全部移开 不要去烦躁那一个绳子 我们进来好好看一下 我们脸部的这个绳子 哎呀 神级啊 3888 哎 我们来看一下 额头有三 对不对 那我们讲 内沟线这边有八 再来 法令纹有没有这条校文 这边有八 再来就是木偶纹 这边嘴角又有八 哎 风沙一个娃 恭喜你了 我们讲啊 你以后看人 对不对 我们就好像那个做美容的朋友 教你这个小小的贴士 啊 你们以后去看朋友有没有 去看他有没有这个老化的 这个初老 初老的症状 你跟他讲 你好像表现到自己 好像这个风水师 这个命相学的 你就讲 看这个名声 我就记了 记妹啊 哎呀 我们看一下 额头有三字 老 然后呢 内沟纹有八字 很老 再来你的法令纹 又呈现八字 很老耶 再来 哎呦 躲无可躲啊 你的木偶纹 又有这个八字 出塞里 三八八八 很鬼是老耶 哎 不可以讲那个鬼字 很老耶 很高利老耶 啊 这样子来说 来到这一边 怎么办呢 这样 这样我们是不是 以后就是做木头人就好了 啊 你见我 我见你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了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好 静静一下 不行嘛 对不对 当我们解禁的那一刻 那么是多么兴奋 多么开心的一刻 要拥抱在一起嘛 一定是七情丧敛的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还是呢 笑之余呢 想一想一些 想像 想用一些的 我觉得可以帮助到自己 抗老的这一些保养方式 其实是有的 我们一起来认真学习 好 讲到这一个 脸上出了 出真字了 三八八八 因为我跟你讲了 脸部就是最容易呢 暴露你实际年龄的 我们当然啦 五十岁走出街 也想被人家赞你说 哎呦 才四十 哎 不错了啦 不要那么贪心 讲要三十岁 五十岁 你看起来像四十 我都觉得很不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假如我们要保养 要这一个脸部呢 不要那么快老化 起码还可以 骗多一下子 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其实啊 首先我们就要先 来了解我们的 这一个蛋糕 讲到老化 永远呢 皮肤老化 我一定要教这个蛋糕 这个蛋糕其实 就是我们的皮肤啦 人体的皮肤呢 占据我们人 一个人大概15% 就是15% 我们的体重 而且皮肤 是我们身体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气管 很多人不懂 其实皮肤是气管 我们的心肝脾肺肾 其实呢 就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保护着 对不对 但是你想象一下 我们的皮肤 这个那么重 大概15%的这个 体重的这个皮肤 我们完全是 每天让他对外 接受这个阳光照射 对这个毒素的照射 全部来攻略你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真的 要好好照顾 我们的这个器官 就是我们的皮肤 皮肤大家懂的 就是有表皮层 然后有真皮层 再来皮下组织 再来下面就是肌肉了 人的皮肤都是这样的 当然有些地方是 有薄一点 有厚一点的 好像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眼皮 就薄一点 我们的脚步 就厚一点 对不对 但是呢 总的来说 皮肤的构造 都是这样 然后今天很多科技 很多的这些美容学说 都一直在攻 攻攻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真皮层 就是我们的 看到吗 我们真皮层 有看到那一个 蜘蛛网吗 为什么要攻那边呢 因为那边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我们就是讲 要保湿 要有水分 对不对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张图 其实我们的真皮层里面 主要就有 这个elastin 我们的弹性蛋白 再来我们有水分 在里面 有我们的骨胶原 collagen 这个是大家都懂的 对不对 一直以来 大家都找着 这些方面的一些 补充 这一些营养成分 来补充 再来里面呢 还有一个成分 叫做多糖体 GAGS 不是Lady Gaga 不是Gaga 乌拉拉 不是那个 这个GAGS呢 也是我们皮肤 真皮层里面的 一个构造 全名叫做 所以你看 这样长 就叫他 GAGS好了 好不好 以后你的美容师 按摩你的时候 哎呦 你的collagen很多 你还要跟他讲 不止呢 我的GAGS也是很好 那个美容师 一头雾水 什么是GAGS GA就是多糖体 缺一不可 他们就是一个 保护层去造作 去稳定我们的肌肤 因为我们老化嘛 所以我们里面的 胶原蛋白又流失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每天说 要补充啊 补充啊 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一直以来 我研究美容科 我在钻研呢 关于美的这些 呃 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 大家可能都懂collagen 大家懂 来自海鲜 有没有 来自鱼类 不是海鲜 海鲜 鱼类 那么现在也进化很多了 以前我做我的年代了 我的年代大概钻研呢 有 有 有七八年了 我在钻研的时候呢 都是大概size 那个胶原蛋白的 它的那个size呢 大概3000到5000的 Delton Delton就是它的unit 就是它的单位来来衡量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的那个unit 因为人体可以吸收大概是处于3000到5000的这个Delton 但是现在呢 我再翻阅一下 再查阅 哇原来已经去到一万十 十三千 一万五 有很多很多了 原来真的是三中方一天 世间一千连了 所以你看现在美容产品 胶原蛋白都很多很多在进化 到底我们要吃怎样吃才好呢 我以前真的赚研的时候呢 我们说人体可以吸收大概3000到5000就好了 Delton已经是很适合了 而且呢 是假如你是40岁以下 40岁以下 好像你这样 我这样 40岁以下 其实大概服用一个5000Delton 是已经很富足了 很足够 那么当然40岁以上 或者你要更美的 可能你要摄取的 可能就是要去到一万Delton的 但是那个呢 胶原蛋白一般上都是要吃八个月 而且呢 不能够担保它 不会再lom top lom top的意思是不会再流逝 所以你看你现在一直要补充补充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要好好地照顾这个真皮层 还是呢要用 我觉得一个很好很适合每天都在做的一个方法 那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 因为说到这边大家都很紧张了 哎呀我一定要照顾好这个真皮层真皮层 那我要怎样去巩固我的这个蛋白啦 GAGA啦 我的这个golagen啦 我的水分呢 所以呢 就有一个生意 就从古到今就很兴起 而且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很向往的 就是我们的美容科技啦 对不对 就是做美容吃的 我们来看一下呢 一般美容抗老的方式 这堂课呢 我之前也有跟我香港的一位朋友做一些联系 因为我也是要上课 我不晓得现在科技有多进步了 所以我就跟这一位朋友 他呢可以说是香港非常出名的一位美容师傅啦 真的是刺炸 刺炸这一个美容界很多年 哎各位朋友 他是妈妈级哦 妈妈级就是婆婆级了 婆婆级但是他的皮肤还是超棒的 因为他就懂得如何保养 那么他就有跟我做了一些小分析 今天也在这边和大家分享 但是呢 价位是在这个港币的 我们一起来分享 分享小小的分享 假如你要抗老 你要你的皮肤不要那么快老化 你可以做的第一点就是打针啊 大家都懂的就是injection 就是打什么 B字头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呢 现在要看 看哪里做 他讲一般上在香港的两万 两万 两万港币呢 是可以做的 两万港币大概是马币多少 除二吗 就大概一万吗 就大概是一万马币嘛 对不对 好 再除了这个打针方法 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 facelift 就是拉皮 他讲这个也是要看哦 那么现在在香港呢 看哪一个医生做 假如你要很出名的医生帮你做呢 大概去到这个价钱是呢 十万 一百千 港币啊 朋友们 而且呢 他讲现在香港也突然间 兴起了这个 其实这个金线提啦 这个trip lift 他说呢 其实现在又翻炒 翻炒的意思就讲了 已经红过了的 现在又再红多一次 就大概呢 就是在里面要动个小手 是要麻醉的 他说 他就说大概要交价 三万到七万港币之间 而且他说现在不止美容院 而且要专业的美容院 才可以做 因为他是要有专科医生 他要专业的这个整形师 才可以做 因为他要麻醉 所以他讲的现在 假如是在香港很贵 最好的那些医院做 都要去到十万 你看 大家要美哦 就是要花这一笔冤枉钱 有没有 还有再来就是拉肚皮 有没有 啊 生了孩子 很多女人说肚皮草草 不喜欢去做拉肚皮 也要去到多少钱 哎呀 被遮住了 没有记错是四十万对吗 是吗 是四十万吗 因为刚好有那个icon 挡住我的这个powerpoint 不好意思啊 再来 然后我这一位朋友 有跟我说 哎 你要便宜一点啊 去泰国啦 他说你可以去泰国做 他说因为泰国呢 也是蛮专业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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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们都懂啊 因为泰国我们有 啊 我们有 泰国我们有很多 爱美的朋友 对不对 泰国现在也是做到很进步 很好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他的价位 便宜一些些 港币三万到六万 好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科技 科技的这个整形 不是整形 微整形 我们说这个是用仪器 technology surgery 那么呢 我印象 我最有印象就是我还接触到的 我那个年代做研究的 可能你们也可以告诉我 现在有什么最夯的仪器吗 我那时候我做过 high food 就是这个high intensive focus ultrasound 他们就叫做超声刀 就是一个仪器 就是 这样子来弄你的脸部 去紧 令你的肌肤可以很紧致 很紧实 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去除所有的那个皱纹 他们叫high food 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四五年前是三千到一万块的 要看哪一个医师超刀 因为我那时候有个好朋友呢 就有一间美容院 他叫我去尝试 所以他有开张的时候 还没有开张 我就去做 我就做 真的是这个叫做high food 然后我就去尝试 然后要怎么形容我当时的过程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牙医 看牙医有吧 就是那种躺在 躺在那个牙医室的那个椅子上面那种感觉 而且整个过程呢 我会讲是我不享受的 为什么呢 我就是一直听到 你听到那种声音耶 你懂什么是 的声音吗 好 大家有没有啊 我相信你们在家里面一定有这个神器 是什么神器呢 来 你看厨师又要准备道具了 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badminton呢 不是 不是羽球拍 这个是我们晚上有那个蚊子来吵你的手 这个呢 这个呢是我们居家旅行必备的这一个拍吻神器 那种感觉呢就好像是你一直用这个东西 这样子 你的脸部 啊 好不好 所以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不舒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一直嗅到有 呃 有 龙位 龙位就是 诶 好像来个地方烧焦了 呃 所以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所以当我做完整个hive呢 我看我的双手呢 这边全部是我的指甲印 为什么 因为我太紧张了 我就一直 呃 呃 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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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是大概20分钟 哇 那个20分钟真的是有一点难过 唉 现在回想起来 不过我在想 我的脸还还可以了 应该是我天生励志了 好朋友们 所以现在就是一些一般的美容的一些科技 跟大家做一个小分享 然后 现在听说hive也进化了 现在有这个叫做mitch flx 句文叫做凤凰电波 哇 所以你看科技不断在进步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了 三中方一日 世上一千年 所以这种科技越来越进步 就代表什么呢 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来做美容这一块 那么到今天 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帮助大家延缓老化呢 其实是有啊 我一直一开始 我就很强调这一点 就是要把我们身体的水分变水菌 跟你做工 不要小看它 因为真的是在西方 在我们的欧洲 美国国家 真的有些朋友呢 尝试 只是用喝水而已 能不能变美 是可以的 再来我会觉得喝水固然重要 再来的就是 你要启动我们身体的水菌 跟你工作 什么叫水菌呢 就是你身体的水菌呢 因为地球是水座的 对 人体也是水座 我一直都在教育的 真的人体有大概60到70%是水 所以不要浪费你身体这个那么好的军队 假如它真的可以跟我们延缓 延缓我们老化的过程 再来我要说了 水在哪里呢 主要是在我们身体的三个地方 在我们的血里面 在我们的淋巴里面 再来就是在我们的脑肌液里面 就是我们脑里面的水 我们叫做CSF 或者是cerebral spinal fluid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你看我们细胞每天 清晨代谢 很多毒素出来过后呢 会通过脑肌液晚上的时候 跟我们送走去到淋巴管 淋巴管在经这个静脉 通过心脏 放去动脉那边 再从动脉送去这个肝脏跟肾脏 再通过大便小便 跟我们排出体外 这个就是我们脑部排毒的 这一个重要性 而且它是只有在晚上睡觉 记清楚哦 脑肌液里的脑水 脑水 脑水跟你洗脑 跟你排毒呢 只有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所以何其重要啊 朋友们 晚上睡觉 它不是必须 它就是根本就是要的一个 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再来就是我们的淋巴 淋巴里面也是水分 那在里面呢 也是我们身体各个细胞 有没有 就是会排毒嘛 毒素出来过后 经过淋巴管 它就是没有通过脑肌液了 它少了这个步骤 啊 所以淋巴也是每一天在排毒 它怎么样走呢 因为淋巴里面没有那一个 没有bump嘛 没有那个bump去bump 它的那一个液体流的快 所以呢 我们要通过呢 多动 多运动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 一定要运动 所以懂了吗 所以鼓励大家 假如现在 你在收看我的这个 呃 睡眠学堂 也请大家动一下 好不好 啊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雨漆都坐着了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动一下 啊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讲 哎 喝水不然重要 但是照顾我们脑部的水分 照顾我们淋巴里面的水分 哎 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想象一下 当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 好像死水一滩 排毒过程呢 就真的受到阻扰了 但是你想象一下 假如我们身体的水分 是活水来的 好像瀑布的水 哇 那么有精神 那么的有力量啊 水分子是小的 那么呢 它呢 就会带给我们了 很好很好的这个促进 所有的排毒功效 所以这个就是鼓励大家 我们一定要尝试 把我们身体的水分 都变去活水 所谓的活水呢 就是有力量的水 或者我用简单的一个图来说 所谓的活水 有力量的水 就是左边的这一个图 看到吗 左边 左边的这个图 就是里面的水分呢 都是小水分子 一粒一粒哈 非常的小 就是所有的H2O 水分子都是非常细小 流动的非常非常的快 它就不像右手边 右手边 你看一下那个不是八卦啊 那个不是八卦 那个就是一滩的那个死水 大水分子 你想象一下 当你身体里面的水呢 都是这样子有力量的 所以所有的排毒过程 新生代谢都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这个也是有 有效帮助排毒之余呢 它对抗老化 它对我们身体 回复美白的肌肤 回复量力的肌肤 其实是有莫大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好 说到这一边呢 也将近尾声呢 朋友们 然后我今天就想问一个问题 美容教到底睡美人 有没有存在 真的有存在的 有科学研究 睡美人是存在 而且很多睡眠达人是怎么样睡的呢 哈哈 今天就骂一个关子了 Benjamin Benjamin出现了 Benjamin 我们要鼓励大家呢 一定要继续来我们的睡眠学堂上课 因为呢 下个星期三 下午还是一样 1点30分 我会跟大家说 到底睡眠的这些 要睡的美的达人 是怎么样睡觉 而且是什么时间睡觉 为什么要那段时间睡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 留守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睡眠达人 同学们 假如呢 你喜欢我们的 这个睡眠学堂 所分享的 所有的健康课题 和有趣的 这个养生的资讯呢 马上在下面 在下面呢 subscribe 按订阅 然后呢 再点击旁边的 小铃铛 那你就可以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哦 就可以呢 追踪呢 我们更多 更进一步 所有的 这个养生 保健的 这个资讯 不要错过 马上按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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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